你好 欢迎收看2月1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瑞慧 华联县身心障碍者安心继承车队补助计划107年开办 每年都有至少3000人以上的生障朋友来受惠 为了持续落实交通保障 今年扩大服务对象到65岁以上长者 并且征选了三家继承车行提供服务 在今天举办了车队启动典礼 预计3月1号正式上路 为完善部件华联县交通网络 补助大众运输工具及富康巴士不足 提供老人及生障者外出交通工具选择的多元及便利 华联县身心障碍者爱心继承车队补助计划 自107年开办 每年有至少3000位以上生障朋友受惠 为持续落实交通保障 今年扩大服务对象至65岁以上长者 并征选三家继承车行提供服务 17日举办车队启动典礼 我想这是全国 全国应该为二的一个县市 每一个月即将会有1000块钱的补贴 让我们无论65岁以上的长者或身心障碍者 能够行的便利行的友善 因为花莲的南北非常非常的狭长 这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的状况 所以无论是南北180公里或者是东西 我们有花东纵谷 更有海岸山脉之后 还有台11线 所以我们要突破很多的交通上的困境和管理的时候 我们这一次的政策就是 利用这个计程车能够让大家打电话 call然后车子就来 能够让我们行更方便 今年与通用计程车行 大汉计程车行及台湾大车队签约 并加入65岁以上长者作为服务对象 晋脑卡及爱心卡提供免费搭乘部分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及铁路票价每月600元等服务 晋脑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70%每月1000点 以每月自动存入晋脑爱心卡 搭乘晋脑爱心计程车 下车付费即可享有车资优惠 预计于3月1日正式上路 结盖满足泄民对行的无障碍基本权益 记者讲帮议华林士报导